一人黃豪平四日赴屏東演講時 搭乘的計程車於台一線407.8公里處 與砂石車發生碰撞 僅受輕傷的他敬夜完成工作 但事後又發文 因為看了砂石車的行車記錄器而難以入睡 而該段影像今五日曝光 撞擊瞬間揚起粉塵 破碎噴飛的車殼清晰可見 令人看了觸目驚心 黃豪平回想起意外發生瞬間發文表示 睡不著 不是因為身體不舒服 壓抑一整天的情緒突然釋放出來 在床上哭了起來 警方於112年5月4日12時許 接獲110報案 離台一線407.8公里處發生交通事故 警察系張明駕駛營業自小客車載乘客兩名 行駛在台一線平光路北向外車快車道 至407.8K處入口 應左轉時 以行駛營內側車套同向後方 郭明所駕駛營業用一營車發生碰撞 雙方駕駛及兩名乘客現場均為就醫 九車值均為0.00毫克 ! 李宗盛 好